第六百四十三集 就在当日 南狱都在传闻 圣体要离世了 许多人见到大口吐血 一路跌跌撞撞向燕都行去 身体大道智商又恶化了 眼看活不成了 南狱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了这则消息 许多人都在议论纷纷 同时 叶凡来到燕都 找到几大圣帝与中州的无上大教 愿意带他们渡虚空进入荒谷禁地 采摘不死神药 此消息一出难遇哗然 所有人都确信 叶凡被逼上了绝路 欲感生命无多了 甘愿被圣帝当作采药童子 换最后的生路 这一日 遥光圣子朦朦胧胧 周身都被圣光笼罩 如一尊神灵一样 他在一条大瀑布下睁开了眼睛 充满了神之气息 他不知在思虑什么 神色多少有些不平静 而后找到姚希 圣体就要离世了 我们去看看吧 姚希 风姿绝利 眸子中神采点点 他心中长出了一口气 叶凡若是死去 他就等于解脱了 不然那件胸衣始终让他不安 生怕有一天会被叶凡扔出来 我就要从世间消失了 圣体将绝灭 你该出来了吧 坐等杀你 叶凡冷笑望向北方 他相信 对方那些见不得光的仪仗 不敢入燕都 因为几大圣帝 与中州的无上大教 时下都在此 姬甲 神王体姬浩月 遥望南方 他要死了 终究是未能逆天 可惜啊 大成圣体永远也不可能 在世上出现了 我们去看看 姬子月皱着穷鼻 灵动的大眼中 有些黯然 自语着 他到底还是要死了 而后他转过身 他杀过祖姑姑 姬浩月 溺爱地摸了摸 他的绣发 那是姬碧月的祖姑姑 可也是我们姬家的嫡系啊 姬浩月 眸子深邃无比 望向远方 太善良 容易受伤 太悬门画云飞 立身绝崖上 蓝衣飘斩 空灵如折仙 他轻弹 可惜啊 叶兄竟要辞世了 小曼师妹 我们去为他送行吧 李小曼站在悬崖上 白衣飘舞 毛子望向南狱 不知再想些什么 点了点头 烟独 历史久远 这块土地上 朝代兴衰往复 大多都选择再次建都 自古以来 就是这片地狱的中心 一个王朝的更迭 在凡人眼中 是了不得的大事 可是 并不放在修士的心上 有的强者一生 也许可以见到 九朝轮回 古老的城墙 磕下了岁月的沧桑 刀痕剑孔 见证了历朝兴衰的更迭 叶凡放出种种烟雾 咳血入燕都 自然是在造假象 他要引出一个 心机深沉的敌手 等其来到燕都后杀之 对方让绝顶强者来袭杀他 足以说明可怕 有半不大能为其护道 也许死去的枯手老人 并非真身 而只是一个人形兵器 这是李若瑜的一种推测 因为那具尸体太陈旧了 有如此强大的人物为其护道 也凡不想冒险去搏杀 唯有涉局将对方引出来 在外击杀最合适 他料定对方得到了 北域狠人的传承 对圣体本源志在必得 得惜他将要入荒谷禁地 一定会赶来 不然可能永远没有机会了 虽然有绝顶高手为其护道 但是半不大能所修魔功 见不得光 这样的人若是出现在燕都 必会引起几大圣地 与中州无上大教的绞杀 叶凡在解释 几大无上教派要采摘 不死神药 齐举燕都 足以震慑半步大能 令其不敢献身 若是狠人传承惊险 必然是天大的波澜 可吞噬其他体制的本源 天下仍贡诸 新年的狠人举世皆敌 比无始大帝的道路还要艰难 一个人独抗整个天下 无论是中州还是东荒 只要是修士莫不对其讨伐 此传承打上天河 要斩灭其他修士 来壮大己身 难容世间朱角中 我将消失人世间 看你如何沉得住气 若是欺我将死之身 我杀到你血流尽 叶凡对这种传承也很忌惮 实在是太逆天了 可以不断的壮大己身 若是将天下诸王本源 给予一身 那会有多么强大呀 每当想到这个问题 他都会冒出阵阵寒气 也不知道 新年那个狠人成为大帝后 到底有多么强 狠人大帝的传承与兵器 让黑黄这个不死的老妖精 都整天流口水 惦记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不知道无始大帝与狠人 要是同生在一个时代 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两人都是经常遭雷劈的 逆天妖孽 叶凡自语 他很向往那样的大事 若能亲眼见到这两位古之大帝 绝对算是一种荣幸 可惜 自古以来 中州南陵北渊西墨东荒 从来未在一个时代诞生过两位大帝 也许是成为大帝太艰难了 毕竟自古就那么几个人而已 但 叶凡还是心有疑问 总觉得不这么简单 自古至今 无尽岁月以来 诞生了亿万万生灵 难道 就没有在同一个时代 出现过两位拥有大帝之资的人吗 叶凡自语 难道是与这片天地有关吗 他想到了很多 却不能真正明了 叶凡布置好一切后 他沿着大街向前走去 来到一家客栈 挨着张文昌的小酒馆 小楠楠 叶凡很想见到小女孩 若不是他的七彩小石头 这一次 他多半就死在荒谷禁地中了 不可能活下来 可是 他知道近期肯定见不到了 他已经听张文昌说起 小楠楠被一个女子带走了 张文昌没有见到那个女子 叶凡猜测是叶惠灵 她来此 只是为了求证 进入客栈找到老板 立刻探索其尸海 叶凡一阵揪心 在此前 小楠楠竟然总是生病 不断念叨什么小石头 将客栈的人都吓坏了 生怕他死在这 几次都想将他赶走 这是 叶凡 通过探索客栈老板的记忆 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 小楠楠每次大病的时间 都是他动用七彩小石头的时候 尤其是他第一次握着小石头上圣山 其暗淡无光时 小楠楠大病 险些死去 这让他无比的自责 这块小石头不能有尸 小楠楠离不开 叶凡心惊 尽管此时七彩小石头很靓丽 但他还是将之 放入了装有神权的玉瓶中来滋润 叶凡直到离去都心有疑惑 到底是不是叶惠灵带走了小楠楠 他搜遍客栈中所有人的记忆 都没有发现线索 那只是一团雾气 有人故意斩灭了印记 从时间来说应该是叶惠灵 可是很快 他与王冲霄被人袭杀 消失后至今未险 到底去了哪儿啊 阎独风起云涌 老辈强者出没 年轻一代天骄献宗 引来诸多话题 每日都有不少消息 这一日 姚光圣子来了 分外引人注意 他是年轻一代 几近无敌的人物 被所有人看好 许多人认为 他堪与大帝年少时并论 姚西仙子也出现了 两人宛若一对碧人 风采动人 惹人侧目 姚光圣子胸襟开阔 果然有大气魄 不计前仇 专为看望将死的圣体而来 他或许是心有遗憾吧 想要走古之大帝的道路 圣体是最好的摩刀石 是必须要打败的大帝 可惜 如今这个对手将要离世了 人们对姚光圣子的评价极高 很多老辈人物都认为 他将来必然会登临绝颠 俯视东方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